胖胖的感觉 这是甜点来的吗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大家好 今天是一年一度 牛郎和之女会面的日子 七夕 对七夕就是我们中国的情人节 中国的情人节我们来吃西餐 然后等到了西方的情人节 2月14号我们就一定会吃中餐了 中西结合 对一人一份牛排 它的牛排是每个人是可以选两个附加的东西 我选的是一个沙拉和一个薯条 我选的是这个麦克铃鸡 然后和这个土豆它是烤土豆 饭店里吃的话它是会把它切开来 然后把这些它给的这些酱料会铺在上面 但是因为是外卖 所以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它的包装啊各方面都是属于比较简陋的 这不是山芋啊红薯啊 土豆 牛排你看到没 小牛排 对很很很很 对然后感觉 我感觉我感觉 焦焦的 我我我点的是medium wow 就是七八成熟 但是我感觉它好像一定要全熟了 over cook 然后我们今天点的这个餐馆呢 它是叫outback steakhouse 是在美国属于中低档次的一家店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包装比较简陋 那我们就先从中低档开始吃 然后吃中档以后有机会 咱们带大家去吃高档的牛排 那薇克你还记得我之前做的牛排吗 两种方式呢 对都还不错吧 都很不错 对今天就让你来评判一下 你这一份美金的这份牛排 和我做的那份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让你来评鉴评鉴 我这个切起来好像很不错 因为我已经看到全白了 还可以 没有全白 这一块好像白一点 这一块有筋有肉 不错 很好下一页 很好下一页 很好下一页是什么评价 没有什么味道 可能是自己要多撒点盐 再撒点胡椒吧 来吧我喂你 你吃吃看 就是亚洲人还比较适合的这个 这个熟度 对 阿年 这个有点造型 这个有点造型 竟然让我觉得有点吃炸鸡的感觉 它外面这层的调味 已经把洋葱本身那种辛辣感给去掉了 虽然已经有点凉了 主要是能吃到酥脆的感觉 我来搞我的potato 这就是你看到没 这样子不就漂亮了吗 自己把造型给凹好了 它整一个所以土豆还是比较热的 然后这酱料是凉了 很香的 不错 sour cream我特别喜欢 它挺香的 再吃这个通心粉 就是美国人民非常喜欢的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也热量特别高 因为它有很多cheese 好吃是好吃 能吃出 我来看 胖胖的感觉 就很胖 我这份就是碳水炸弹 加一点点的protein 油腻感 它很省包装 它直接薯条和牛排放在一起 那牛排热的吧 就薯条一下就搞湿了 我这感觉好老啊 我不知道我还没切 我就感觉它好老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看不清 这种肉饼似的 就塞了碗 它本身会比这个肉眼要瘦一些 这是一块很练咬鸡的肉 就这块肉其实是真的不及格 就这块肉它有说 让你选择你的熟度吗 有啊 我都选了蜜店 但其实 OK 我下次如果再点的话 我会都点蜜店 我是特别没味道 然后我的薯条特别咸 大家千万记住 点外卖啊 千万不要点过熟的 因为过熟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你点的稍微深一点 你可以回去再加工一下 对 这酒怎么样 苦啊 我酒是苦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喝酒 羊药苦口 你要吃点菜吗 我没什么兴趣 大家也可以猜猜 我们之前花了多少钱 别忘了才有甜点哦 到最后告诉大家 今天的MVP 来试试看啊 就是那种很罐头的草莓 对 这样就是它的所谓的甜点了 草莓蛋糕 好 尝尝看啊 很好 这个蛋糕部分下面还是甜 所有的食物应该是七十多块 嗯 但是加上所有的包装费 这个费那个费 所有的费 加在一起睡啊 少费 加在一起 所以这一顿我们一共是花了一百美金 干了 祝有情人终成正数 有情营水宝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 点赞订阅 以及分享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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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